哈喽 又来试驾新车了 这一次试驾一个新势力的训练牌 蓝图 第一印象就给我感觉非常不错 那咱们就先从外观说起 这一次我们在场地内试驾车型 是蓝图的第一款车型 蓝图Fray 整体造型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非常的自由奔放 整体的风阻系数只有0.28 搭配它4米9多的车长 看上去非常的霸气 尤其是从现在这个角度看这台车 我认为从车身侧面的比例非常的完美 从A柱延长一条线的话 正好是前轮中心点的位置 让你感觉这台车非常有俯冲 往前跑的这样的驾驶 在C柱上面也采用了悬浮制车顶类似的设计 搭配它的英文品牌标识 尾灯也非常具有设计感 并且采用了当下流行的这种贯穿式尾灯的设计 在现在众多新势力造车的环境下 这台蓝图Fray依然非常具有辨识度 其实内饰的设计 非常的新能源 非常的新势力 首先就是三块连续的大屏幕 让主驾驶 副驾驶 还有一个中控屏 都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亮点 这台蓝图Fray搭配了可升降的前仪标盘 在运动模式的时候 显示更重要的一些信息 能够避免你分散注意力 更集中的驾驶 不过这种事我觉得也两说 可能也同时增加了异响的风险和故障的概率 那这台中控屏呢 在中间呢 还有一个非常神似保时捷的这么一个组件 但它不是计时器 它是一个车内的摄像头 可以识别驾驶员的情绪 然后对这个车身进行一些调整 放手鸽啊 或者调个运动模式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啊 我想说的是这台蓝图Fray的天窗设计 非常有意思 它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最先进的 这个波音客机的悬窗 并没有采用物理的这种遮阳帘的设计 而采用的呢 是电控化的 通过中控屏来调整透光度 电子的实现遮阳或者是透光的这么一个效果 2米96的轴距带来的直接的优势 就是后排非常宽敞的空间 像我这个块啊 在后排也完全感受不到有什么任何的局速感 这种浅色的内饰搭配棕色的这种纹理 还有这个超大的天目设计啊 即使坐在后排呢 也依然非常的惬意 那接下来呢 关于性能方面 这台车可说的那就多了 这一次蓝图Fray啊 其实拥有两个动力形式 一个呢 就是增程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实拍的纯电版车型 那增程版呢 搭载了一个1.5T直列四缸的发动机 配合电机呢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军人的1040牛米 那这绝对是超级跑车的水准了啊 这一次在场地试驾呢 我们也主要体验了0百加速 绕装紧急并线等等科目 那这一次蓝图Fray呢 在这几个科目下也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在直线加速上 确实动力非常生猛 那麋鹿测试的环节呢 蓝图Fray最高可以以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轰过这个麋鹿测试 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啊 整体来说呢 蓝图Fray这一次呢 主打智能跟性能两个层面 那智能方面呢 拥有多块大屏 以及情绪识别 还有这种类似于787这样的全景天幕这样的配置 那在性能方面自然也不用多说了 绝对是一流的水准 新车的预售价呢 是31.36至36.36万元 价格也就不算低了 具体上市以后 售价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也让我们期待一下